最近读诵地藏经经常出现病身 甚至于感到护洗护背很不稳定 请问这样是不是冤情债主附身 是否应该继续松弛 持诵地藏经 或许转送其他经典 有没有其他应付方法 凡是遇到这些状况 都不要放在心上 就没事情 还是诚诚恳恳地 一直把经念下去 不要换 你念地藏经 有佛菩萨的价值 念到心清净的时候 就有感应 那么现在有鬼神干扰 还是你念经的心不清净 才会出现这个状况 如果是如法 如理如法修学 这不应该有这个状况 那么即使有这个状况 你也可以对这些 附身的冤情债主说明 把功德回向给他 你在送经 让他们跟你一起 不要有干扰 大家都在利益 你只要诚心诚意沟通 他们都会感到 都能够接受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